好,我先跟老師稍微分享一下就是我們這個螢幕上的這個繪比 我平常比較常用這個,就是您現在看到在這邊 我把它自定一下,讓它顯示出來 我比較常用的就是您在這裡看到的這個 這叫Venit 你可以像現在一樣就是看到它有放大縮小的 放大縮小的功能,那上面有畫筆 這個呢,幾乎這上面的多數都是沒安裝的 所以您幫它隨身點就可以用 您點進去之後,我們現在應該是不會太慢 直接從這邊下載,這個不大emega 這emega多一點,您就直接把它按下載 那可能會直接下載到我的文件檔裡面去 這樣就直接下載,您可以點旁邊這個三角形 你們在資料夾中顯示,點開,您就找到它 按右鍵,解壓說支持就好了 那個資料夾,我幫您留著 幫您留著,點開,有沒有這個文字 一個執行檔而已,500多而已 執行檔,那執行的時候呢 它會有一個訊息,跑出來 告訴你說,這樣的一個工具 那,老師呢,您除了這個,我先把幾個講的 您可以先下載一下,先試看看 好,這是一個,那另外呢,您也可以用這個Pone to fix 因為老師,您覺得計塊固件 比較麻煩的,您可以用這一個 這一個就比較像我們剛剛看到正論節目啦 氣象報告啦,有沒有 那個,他們那個螢幕上 右手邊不是有那些工具嗎 就點一點點點,也一樣 有那些工具 不必一定要用所謂的數位白板 電子白板 好,您就按下載 這些都是您安裝的 啊,如果您看得懂德文 就一個檔案就好 這樣我看不懂就多一個翻譯的檔案 好,就多一個翻譯的檔案 所以您點到這邊 一樣,把它解壓說 這個 按用線解壓說支持就好 那待會呢,我們就一起來 跟老師分享一下 這個怎麼用 您可以先下載看看齁 老師現在都下載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來先看上面這個 不用計塊固件的 因為這個老師接觸度通常很高 因為不用計塊固件嘛 所以點開就好了 好,你看有沒有 Hold to please 點開 它會像這樣 在右上角有一個小小的 避免乾燥 那等到你,比如說 我進到這邊來 我想要跟老師稍微說明一下 我們的一個使用方式 你就要開始 有沒有跑出來了 就這麼簡單 那麼它的顏色呢 您看 右手邊這邊齁 顏色是有分兩組 左手邊的叫做螢光筆 右手邊的就是一般的實心的 就塗下去就看不到後面了 對不對 所以通常我是比較喜歡有螢光筆 螢光筆 那你就預測的是一般的 所以你就可以這樣直接畫 對不對 你看我畫在這上面 有沒有 這是螢光筆吧 好,那不要的就XX 好,如果你要畫直線的 這個不要就把它丟到垃圾桶 像這樣 這樣 這樣就比較容易 那如果說有時候我們在教訓也好 要給同學 通常最有問題就是這個網址的部分 網址通常很小 要給大家看清楚的話怎麼辦 有那個放大 放大 叫你比較高的 這樣是看得比較清楚 如果 你跟同學講解完了 你怕說他還是記不住 就把它存起來 拍照裡面 拍照存在這樣 他可以直接把它存下來 直接把它存下來 那OK 所以 這樣的話其實應該就比較容易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也還麻煩 你就自己用鍋子 我們這樣就要看 看這裡 好嗎 這樣不要讓看 不要讓看哪裡 這樣 好,反正這些工具 使用上其實還蠻明活的 蠻明活的 那 這個呢 它的好處就是像這樣 不用快速鍵 直接就看到 缺點就是 別人知道你用哪一套 但是你用完了 就要離開 就這樣就好了 他就靜靜的 在旁邊等你 好,那我用的這一套呢 他優點是 他就是 完全沒有任何干擾 因為他就 主要是以快速鍵為主 好,當然你要按選單站按 也可以 只是我覺得這樣比較麻煩 好,那 您可以看到呢 他有一個DRAW這裡 好 那這邊就有寫 好,這邊就有寫 你看我用這個開始 好,然後這個拉開 他有告訴你說怎麼樣 我現在呢 我的那個 我現在呢 我現在呢 Ctrl 加 這個 如果你是要畫的話 是Ctrl加2 有沒有看到快速鍵 Ctrl加2 如果你是要什麼 你是要打 那個 放大的 就是Ctrl加1 有沒有 在這邊 Ctrl加1 就都可以 那 我先讓這個執行一下 給你看一下 好 你看我 Ctrl加2 有沒有直接就變成畫筆的工具了 那 如果你要畫實際 就這樣就去 沒有問題 那顏色呢 反正你會了 英文的顏色 把它列出來 紅色叫Red 所以按R 有沒有變紅色 對不對 紅色 然後呢 綠色叫Gima 所以按G 然後Blue B Orange O 還有什麼 還有 Y Y 差不多吧 幾個比較長的顏色就這樣 那 這裡面呢 如果你要畫的是方形的 就按Ctrl鍵 這就是方形的 好 就是方形的 那另外呢 有的人覺得比刷那個 頭太小 就比 比太小 Ctrl按著加滾輪 有沒有 變大變小 這樣比較大 比較小 就像這樣子 那我如果單純搭配滾輪的話 就是螢幕的放大的時候想 不過我做現場 其實我不會 平常會像這樣 不會像這樣 就是這樣 然後就這樣亂移 因為眼睛不舒服 你要考慮到別人的眼睛 自己玩得很高興 你要考慮 所以通常我的做法 如果我是要放大某一個區塊 比如說我現在把網址放大 我會把游標移到這邊來 有沒有 Ctrl加1 有沒有 就放大那裡 那放大完了 滑鼠點一下左鍵 我就可以進入會同模式 我那個進入會同模式 講解我要的 那萬一它的畫面在你在旁邊 按一下 滑鼠的右鍵 我就可以移過來 對不起這裡 我們要看這邊 就是你們移到要比較平順 不要老是晃來晃去的 就好像有人演講的話會怎樣 然後抖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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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的人就會覺得不太舒服 就不太舒服 所以這個是 這個小孩 那它其實還有一個很 一個 跟剛剛那個人不一樣的 我們 剛剛這種方式 都是進入會同模式之後 其實網頁能不能操作 不行 它就像拍照一樣 有沒有 但是呢 它有一個 在運動生了以後 它有支援一個 來您看一下這裡 選一下 有沒有發現 你叫Live Run 也就是這個 可以即時操作又放大的 有點類似像 Vivers那個放大性的那種感覺 所以你來這個 關心間是Ctrl加4 有沒有 您可以試試看 你看我Ctrl加4 有沒有放大 可是我是可以操作的 比如說你看 上課錄影影片 有沒有看下來 我的網頁是可以操作的 因為有些時候需要這樣子 好 有些時候需要這樣 那你如果不用了 再按次Ctrl加4 就回來 好 所以這個工具 其實我覺得不錯 可以給各位老師做答案 您可以自己選擇看 您想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好